内政部在今年于全国22个县市评选出32个治安标杆社区 而其中华联县民运社区获评为全国治安标杆社区之一 县长徐真卫日前前往民运礼活动中卿张贴红榜 更转班111年内政部全国社区治安标杆社区认证标章 感谢为地方默默付出尽心尽力守护社区安全 内政部111年于全国22个县市评选出32个治安标杆社区 其中华联县民运社区美轮守望相助队获评为全国治安标杆社区之一 县长徐真卫日前前往民运礼活动中心 张贴金笔直写的红榜 更转班111年内政部全国社区治安标杆社区认证标章 由美轮守望相助队分队长林美静接受颁证 这个我们的美轮分队又是在华联市的首站之区 这里军工教育特别多 而且更是我们的文教区 所以人口密集 那当然工作和业务量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重 然而在美静分队长 还有我们所有许首的伙伴 真的是牺牲奉献奉献牲 除了业间的许首 其实很多的工作都把它带进来一起做 甚至连我们的环保 甚至连弱势家庭的关怀 甚至连客户辅导 甚至连到我们的很多的社会安全 反毒诈骗这些统统都做 吉井笔就是一个社会安全网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点 而把它整个变成在我们美轮地区的一个很广的面 所以我要再次谢谢 大家愿意除了巡守本身的工作以外 把它的工作放到极致 花莲县巡守大队各具特色 除夜间巡守 还有环保 反毒 诈骗及弱失家庭关怀等工作 担任社会安全网络重要推手 民运社区109年已荣获内政部社区治安标杆社区 今年再获肯定 花莲县警察局表示 唯有透过整合县府相关单位力量 守望双组队及群里间相互照顾 曾经有效避免治安死角 解决社区问题 建构优质治安社区 记者想方言华林士报导